1999年爆裂震撼主赛场 因为小麦的干扰导致The Rock输给了忍识 失去了夺下WF冠军的机会 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 小麦率领公司帮殴打The Rock 并炒掉了对方犹豫 而就在小麦即将离场的时候 The Rock发起了挑战 要以小麦一决高下 于是作为公司帮新任领导人的小麦 信心满满的登上比赛擂台 准备与The Rock进行作战 当然小麦并非石头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得狼狈不堪 刺下了大招巨石炸弹 反而就在The Rock准备打出People Elbow的当儿 大锤子干预了比赛 在China的协助下 向The Rock投下了大招Petigree 从而帮助小麦全身而退 此事件之后 大锤子便开启了与The Rock之间的斗争 就在The Rock以忍识的Lumberjack比赛上 大锤子联合送葬者 向The Rock以忍识发动攻击 并把两人陆续抛下了舞台 导致The Rock弄伤了手臂 随后又在The Rock以送葬者的棺材战比赛上 大锤子再次干预了比赛 阻止The Rock将送葬者送进棺材 并再次联手送葬者攻击The Rock 还动用了雷神之锤 向The Rock受伤的手臂进行二次伤害 导致彻底失去能力的The Rock 被送葬者推进的棺材输掉了比赛 尽管如此 恶毒的大锤子还是不厌散罢甘休 在比赛结束后 再次展现了雷神之锤的威力 把锁着The Rock的棺材砸了个稀巴烂 来到Over the Egg主赛场 大锤子与The Rock进行了比赛 而为了让大锤子获得优势 小麦规定The Rock 不可为受伤的手臂戴上防腹套 导致The Rock难以施展巨石炸弹 并被大锤子做出逆转 投下了DDT 蔡娜则立即将铁蚁交到爱人的手中 但就在大锤子准备会舞铁蚁 砸向对手的那一刻 却被主裁判做出了阻止 于是大感不满的大锤子 用拳头做出了抗议 咒倒了主裁判 接着便再次捡起铁蚁 准备对The Rock进行打击 结果透击不成18米的他 竟被The Rock截竹线灯 强迫铁蚁砸倒了自己 苏醒后的裁判 则对The Rock的情况做出了解 没想到又被不分青红皂白的The Rock一拳揍倒 The Rock不打算轻易放过对手 使出各种花样 将大锤子的头部做出重点打击 蔡娜试图解救爱人 但却意外被The Rock撞下了比赛队台 接着便向大锤子投下了巨石炸弹 然而就在The Rock即将打出 Pever Elbow的那一刻 大锤子逆袭成功利用铁蚁砸倒了对手 索性Man Kai及时赶到 为The Rock伸出严手 这才避免了巨石遭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而拔刀相助的Man Kai 很快就遇上了麻烦 在两周后的比赛上 大锤子戴上了盒舞 以Man Kai进行了Hardcore比赛 虽然这类比赛属于Man Kai的强项 但在蔡娜的协助下 大锤子的表现也不落人后 以多个有力的反击 抵挡了来自对手的攻势 而就在Man Kai使出下二爪 插向大锤子的那一刻 蔡娜竟利用雷神之锤打出了萝卜 索性这并不影响Man Kai 生出一个美落天线的女儿 于是为了报复蔡娜的萝卜 面 Kai也毫不吝啬的 举起袜子先生 送进了蔡娜的锤里 而就在蔡娜服务着袜子先生的时候 大锤子直接一锤 锤向了Man Kai的膝盖 并完成了压制 赢下了比赛胜利 然而就在比赛结束后 讲起蔡娜服务袜子先生的画面 大锤子还是很势不爽 于是便来了个回马枪 冲上比赛擂台 继续对Man Kai的腿部 进行重点攻击 而就在这时 懂得礼尚往来的The Rock出现 驱赶了大锤子与蔡娜 解救了受困的Man Kai 这时的大锤子与The Rock 开始竞争挑战WWF冠军的机会 两人在接下来的弱比赛上 以时任冠军送账者 进行了一场三方威胁战 获胜者将人成为擂台之王 比赛上的头号竞争者 以挑战WWF冠军送账者的地位 但同是公司帮成员的送账者与大锤子 却把三方威胁战 打成了浪分比赛 两人合力向The Rock做出打击 虽然顽强的石头 还是会给出反抗 但却难以抵挡送账者 与大锤子的轮番攻势 直到送账者准备使出奥斯库的时候 大锤子的干预 间接导致送账者出招失败 把骨骨直接撞到了绳索上 The Rock则立刻抓紧机会 做出反击 将大锤子发动进攻 结果却意外撞倒了主裁判 送账者重新回到比赛那台 将The Rock使出了锁猴衰 但就在准备执行墓碑落下的荡额 却被The Rock做出逆转 投下了巨石炸弹 接着在完成了Pever Elbow后 The Rock进行了压制 虽然替补裁判赶到了现场 但却被拆纳阻止了毒秒 一拳揍倒了替补裁判 接着便想对The Rock做出偷袭 结果却意外勾倒了送账者 这导致送账者以拆纳发生争执 大锤子也为此而分心 从而帮助The Rock获得机会 使出巨石炸弹投下了大锤子 虽然送账者尝试做出补救 可庆舟已过万重山 The Rock顺利完成了毒秒 成功赢下挑战WF冠军的机会 送账者与大锤子也因此产生了分歧 两人在擂台上进行了欧斗 因为送账者对拆纳的毛手毛脚 让大锤子出师有名 在接下来的洛节目中 大锤子为此向送账者发起挑战 但就在送账者准备登上比赛擂台的时候 赶到了现场老麦尾随而至 阻止两人内讧的行为 认为两人这么做只会影响公司帮的团结 而这也是忍识与巨石最希望看到的 然而就在老麦以为 靠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 就能挡下两人的斗争时 结果Shan Mike却在这时出现 作为WF专研的他 破坏了老麦的计划 预定了送账者与大锤子之间的比赛 送账者必须在比赛中捍卫WF冠军头衔 于是大锤子便满怀信心的带上核武器 进入比赛擂台 准备在擂台之王前插队 抢先夺下WF冠军头衔 一旁的蔡娜也不遗余力的为大锤子付出 一有机会便向送账者做出偷袭 然而就在大锤子的如意算盘 打得正响的时候 The Lord的一招巨石炸弹 却炸掉了大锤子的美梦 对The Lord对比赛的干预 导致大锤子通过取消资格赢下了比赛 送账者则保住了冠军头衔 失去了夺下冠军腰带的机会后 大锤子当然不会让The Lord的日子好过 就在擂台之王比赛上 正当The Lord战绩U4的时候 大锤子偷偷潜入了擂台 向The Lord偷袭了PairDigree 从而帮助送账者扭转局势 换卫了冠军头衔 而这起事件也导致两人再次发生冲突 就在大锤子得知部下Billie Gun 赢下1999年擂台之王宝座后 大锤子向Billie伸出了橄榄枝 表示愿意把菜纳借给Billie 好让Billie能够挑战Rude DogX Park 从而帮助Billie打败两人 并接管DX军团 然而就在Billie接受了提议 大锤子也准备庆祝一番的时候 The Lord冲上了比赛内台 把大锤子一行人打得落荒而逃 直到斯劳特宗斯的主子后 两人的斗争才暂时得到了降温 而在接下来的洛节目中 主办方为双方预定了一场铁龙战 两位巨星在龙子里来回进行对抗 虽然大锤子在比赛初期属于弱势 但就在The Lord尝试爬出铁龙的时候 大锤子做出了反击 并以Hynick击倒了对手后 大锤子本有机会离开铁龙 可也许他并不想让比赛太早结束 于是便接过了Cina的手铐后 利用手铐攻击了The Lord 但就在大锤子夺回优势 开始放下戒心的时候 一招萝卜却打得他痛不一声 The Lord重新振作 在把大锤子摔向擂台中央后 The Lord准备步出铁龙赢下比赛 结果却被Cina做出干预 而弹头打倒了裁判 利用铁门攻击了巨石 接着又潜入擂台拉出了大锤子 并擅自宣布大锤子获得了胜利 现状后的The Lord立刻尾随而至 与两人进行了对抗 并把大锤子重新带回了铁龙 一招萨摩亚摔 让对手掉血三千后 The Lord试图爬出铁龙 可却依旧遭到大锤子的纠缠 两人开启了另一轮战斗 把比赛打得难分高下 并同时登上铁龙顶端进行对抗 Cina则立即将铁蚁送到爱人的手中 希望透过铁蚁的力量为大锤子加分 可就在大锤子利用铁蚁砸向The Lord后 无作不死的他 却没有选择直接爬出铁龙 而是准备通过铁门离开 结果却出现了失误 把自己的骨骨撞到了绳索上 于是很痛的他 便一手摸着骨骨 一手奋力爬向铁门 但就在大锤子终于准备离开铁龙的那一刻 一旁的巨石一夜而下 强线一步落到了地板上 从而赢下了比赛胜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大锤子的故事 记得点赞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